都说四川人能吃辣 贵州人能吃辣 你看看我们石家庄都是辣椒里边找鸡 这才是吃辣的鼻祖 别人说浇麻鸡是四川的美食 四川的 对 四川连鸡都没有 哪来的浇麻鸡啊 这一车有多少鸡啊 这一车是5000 每天要撒多少只 我们一天在21到22吃吧 下这5000只大概要多少时间 20到30分钟就完了 咱们哪里拿了这么多的活鸡啊 我们自己帮了很多山头 自己养自己拉过来 进行用租载 没有围过天下鸡没有围过司令 咱们这个土宰厂的加工量有多大 我们一天在10万只 全国从事老母鸡一条龙加工的 不会超过三家 那我们从土宰到深加工是规模最大的 一年的产量在300到400万只 这边是一个自动分解的 按中量落到不同的档口 我们这个鸡是从10万只鸡里边挑出来1000只 肤白貌美大长腿 还有一个翘腾 这翘腾是干啥的 翘腾代表着它的肉质更紧 油更多 吃起来更香 我们的鸡必须是400天以上的老母鸡 它的重量在多少 我们目前选用2斤8两左右的 为什么选这个规格 因为这个规格口感是最好的 我没那个蛋鸡 你尝一尝 肯定和你想象的不一样 别人说淘汰蛋鸡外面卖5块钱一只 5块钱一只它有多少我收多少 现在咱们到农贸市场看淘汰蛋鸡的价格 毛鸡一般在10块钱一斤左右 这是他们自主研发的全自动螺旋洗漆机 通过高频震动和气泡清洗 把鸡彻底的清洗干净 清洗好的老母鸡就进入到我们的焯水环节了 通过高温烫煮着老母鸡的腥味 这边操好水的鸡子就源源不断的过来了 这个是他们的全自动烧毛鸡 看一下 这个鸡子进去过一下火 再来浸一下水 水至火热就是这样来的 焦毛鸡的老汤下锅 满满的辣椒花椒 哇 这个花椒是重庆的麻椒 这个红色的是四川的大红桃花椒 这个辣椒我们采用的是贵州的新一代 哪个地方的食材 我们就用哪个地方的 取百家之长 融于一体 这才是我们做这个焦麻鸡的核心关键 这个鸡要煮120分钟 大火30分钟 小火60分钟 再闷30分钟 让辣椒和花椒的味道 全部渗透到鸡的每一寸鸡肤里边 焦麻鸡滷至现场 几十口大锅 一字爬开 一锅两把只 一次可以炒上4000匙 焦麻鸡出锅 哇塞 这是在辣椒花椒里面长老母鸡 现场弥漫着辣椒花椒的香味 焦麻鸡出锅 哇 看你看 滚一口就醉掉了 这不是干嘛 用这个滷焦麻鸡的原汤 把这个鸡再泡12个小时 让鸡里边吸收更多的焦麻味 渗入到这个鸡的每一寸鸡肤里边 乳好的焦麻鸡 放到冷库里面 给它冷藏 乳好的鸡 给肚子里边塞上花椒和辣椒 让鸡的体态更加的丰盈 吃起来的时候 口感更加的丰富 更有层次感 吃了很多地方的焦麻鸡 这次我们来吃个山东的焦麻鸡 焦麻味十足 夹杂着这个肉香味 果然是正宗的这种老母鸡 一口下去这个鸡肉的这个弹性十足 这个焦麻味它是从里到外 处处透透透透透的这个焦麻味 盐味呢它给的也差的好处 就这样空口式也没有任何问题 喜欢吃鸡的朋友 一定不要说个山东的焦麻鸡 太过瘾了 嗯 吃了